香港维员聚集大批人潮点起蜡烛 或是用手机灯光悼念六四 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港警以防疫为由禁止维员集会 而港府限制八人以上聚集的限聚令 也还在执行 因此支联会号召并带头 以八人一组的方式进入维员聚会 而现场最多人的时候 六个足球场都塞满了人 但旺角一带的和平悼念 因为一度有人用杂物阻挡道路 便以警察上前制服 让现场陷入混乱 甚至一度释放了胡椒喷雾 驱散人群 港人的集会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打压 盛名连副主席梁国雄到中联办外示威 反对港版国安法 而警方也早在中联办外架设了 大型水马部署大拼警力 还有装甲车及水炮车在附警戒备 而由王丹主持的线上直播纪念大会 连线过程中则是多次遭到駭客攻击 即造成画面中断 六四敏感时刻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伯克级的驱逐舰 罗素号也穿越了台湾海峡 香港连续三十年举办六四纪念晚会 首次遭到禁止 虽然港府声称非政治考量 但也让港人对未来的自由更加忧心